只有凭着单方面的想象 很难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唯有亲身去实践 去跟他们互动理解 你才能了解他们的需求 我是巫富头 那我在盲草新协会担任社工 那盲草新协会在协助五家者 自立生活 之前念书的时候就是常常会 在走去图书馆的路上 会经过一个公园 那那个公园里面 常常会看到有街游躺在那里 很难把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 那时候在高中去台北车站补习的路上 也都会看到很多街卖的人 在卖口香糖或玉兰花 那时候每次看到都会觉得 好像有一种很难过的感觉 一开始可能以为就是 我跟他们买东西 或是我捐钱给他们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重复做了几次这样的事 那他们还是在那边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 好像没有办法有什么样的改变 是不是有什么方式 可以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 所以就来到盲草新协会担任社工 很多街友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街友 这个不只是一个代表没有地方住 还包含了很多社会主流的价值的标签在上面 不工作的 懒惰的 爱喝酒的 然后危险的 这些全部都贴到他们的身上 我们会指称他们叫无家者 有流浪经验的人 或是有人是因为他的性情像不被家里接受 就被家里赶出来的也有 街友比大家想象的更像这个社会中 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情形 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可以更真实地了解 无家者面临的情形 每年会举办流浪生活体验营 跟着有流浪经验的导师 一起在街头生活 街友他们是最了解这片土地的人 他们长期在这边生活 我们有创立了一个叫做街友导览 那导览就成为他们的一份工作 在运用这个收入 看看他们要去做什么样的规划 还有一个方案叫做起家工作室 有很多的中年无家者 他们会油漆水电或做木工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集合起来 组成一个工班一起对外接案 这对他们来说 不只是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 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别人 他们也觉得很高兴 就是我不只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了 我现在还从一个被帮助的人 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我觉得在面对人的工作 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很多无家者他们在工作 租房子了以后 很多人也会无预警的突然失业了 回到街上 然后不停经历这样子流浪的循环 或是有些人他们可能在亚房里面 发生了什么意外 当我们可以先知道这些情形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 及时的介入跟预防 盲草心特别的是 除了这些基本的生存以外 我们希望在进一步协助他的是 他可以找到一个他想要的生活 他可以开始去想说 我今天不只是担心我下一餐要去哪边吃 我不担心我会不会又在流落街头 而是我的生活里面要有什么 每个人最需要的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 觉得人不应该只是在生存 而是可以真的去想象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是知道有一个人会陪伴他们走这一条路 无论这条路最后会通往哪里 但是他不是一个人 他不是孤单的 这是我的DFC故事 那你的呢?